PTT問王的專案 我想問一下在座的各位是PTT的使用者可以幫我舉手 看來我來到了一個非常龐大的總分層 大家可以無法想像我在大學 如果我去大學那邊演講的時候 我問錯大家如果使用PTT的時候 他的手會這樣折下來 那我來問一下說 大家的上戰次數有破1000次的各位幫我舉手 恭喜你們擁有了一個資產 就在怎麼找到那之前 在這邊還提到註冊功能已經關閉了好一段時間 目前戰方目前是有在研究說 如何判斷對方是真的 而不是公關公司的註冊方案 目前就正在內部正在執行中 應該是一個進行內可以解決的問題 但是除了這個問題以外 其實還有更大的問題是我們會覺得感到恐慌的 因為以我為例 我在2011年左右的時候 我接下PTT的觀光粉絲團的圖片 在那時候我遇到一些困擾 就是在說文章真的太多了 我不知道怎麼選 那八年過了現在 我遇到的困難是文章太少了 我不知道怎麼選 就是在這七八年來 我們遇到的問題是在說 越來越少的使用者進到這個社群 那也原本的社群的使用者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可能越來越多 人比較少時間有空來發文 然後的時候 那內容越來越少 文章量越來越少 那這時候推文啊 人之類相對的降低 所以某個程度來說 現在這是我個人的觀點 我是覺得說如果我沒有再做些改變的話 這個社群真的會越來越衰落 目前就靠這過去二十年來累積的龐大的使用者還撐了 但是不轉變的話 很有可能滿滿的消龍 甚至 我在這邊打了一個問號 我也不確認說 是不是真的有廣軍入侵 可是每次到了大選前後的時候 上戰的日常特別多 這應該是有點奇怪的吧 所以在這邊有些問題希望可以解決 希望可以讓PTT 像進去的門檻是越來越低的 然後可以希望可以解決一些BPS架渡之下 可能發幾個問題 更進一步的也希望可以研究一些 怎麼樣讓這個社群運作的機制更好的方法 那這個時候可以運用在開發出來的系統之中 然後這時候我們遇到兩個困難 包括BPS的運用 現在參與的比較少 我們是501組織 沒有人沒有錢 那今天和我一起來也是PTT的站長OK酷 大家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其實目前想說 我們其實知道這些問題一段時間了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類似 因為我們也進行過很多討論 我們知道目前現行的BPS架渡 對於現在的問題可能很難 甚至是無法解決 那我們今天想要在這邊 就是跟大家討論 然後看能不能利用ABT 或是這些新的方式能夠解決 我們先前提到的問題 那很歡迎大家在下午的時候 跟我們一起來激進討論 然後看有沒有什麼激發出一些新的想法 謝謝大家 我們人說不會放的 真的可以來這邊找 好 謝謝 比賽 比賽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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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